今天我和大家講一個故事 食術的個性 有一天 一隻女仔聽見幾隻食術 正在唱歌 他們的歌聲很有味 好好聽 女仔都不知幾羨慕 她想 如果我都可以用這麼好聽的聲音來唱歌就好了 於是她就去問食術 請問你們每天是吃什麼的 食術告訴她 是露水呀 女仔聽了之後又問 那那些露水是什麼味道的 食術又告訴她 是很清甜的 女仔聽了之後 以為食術只是喝露水 才有這麼優美的聲音 之後她就決定 不再吃清草了 每天只喝露水 怎知過了沒多久 她就餓死了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每個人都有長處或者短處的 而且還有不同的生活習慣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比較的 再用兩場 麻煩